而游客委会举办的第一届客家小草全国争霸赛 这一次全台一共分为北中南东市区来进行出赛 而首先登场的东区出赛 19号是在吉安好客艺术村热力的展开 现场除了有三十组来自宜花东各地的餐饮好手相互的较劲 一旁还有DIY体验市集 民众只要拿着兑换卷就能够试吃美味的佳肴 比赛还没有结束就已经排满着吃美食的人潮 第一届客家小草全国争霸赛东区出赛 19号在吉安好客艺术村热力展开 现场总共有三十组来自宜花东各地的餐饮好手 各个搬出拿手绝活相互较劲 一致排开的队伍让场面看起来相当壮观 而这次的竞赛主题分为餐厅奖及在地风味人气奖 为了扩大竞赛参与度与是否符合大众味蕾的客观程度 在地风味人气奖还开放民众担任数人评审 参赛者必须制作五百人份的客家小草供应试吃 民众可为心目中最佳美味投下神圣的一票 30组的餐厅来参加我们的初赛 那总共会从120组的餐厅里面选出32组到参加总决赛 那么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时候来办这个客家小草的大赛呢 主要因为受疫情的影响 那各地的餐厅多多少少在生意上都会受到影响 所以呢客家委员会呢特别利用这个时间呢 利用比赛的方式来鼓励各位各乡亲 还有这个能够利用这个疫情的时间到各餐厅来用餐 然后品尝在地的 比如说在客家庄就有很多的一个客家小草 那我们就利用这样子来带动餐厅的营业生意 然后呢我们也利用这个疫情的期间呢 让各个餐厅能够有机会 然后把自己在地的 在地的拿手的菜能够展现出来 现场除了有30组好手相互较劲 一旁还有DIY体验市集 民众只要拿着兑换券就能吃到美味佳肴 而这次从东区出赛中脱颖而出的餐厅奖发主参赛选手 将在明年1月16号代表前往台北花博参加总决赛 记者许丽琴吉安香报导